東盟系列會議結束 一份出席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讚揚會議就不含下問題達成共識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表明 會致力加強日中關係 期望春年落實兩國領導人互訪 安倍晉三星期三夜晚 在菲律賓馬尼拉總結出席東盟系列會議 他説希望增強日中關係 並且在夏年實現兩國領導人互訪 50周年という節目にhigh levelの往来等交流を深めることで 日中関係を新たな段階へと押し上げてまいります 在星期三東盟及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 安倍晉三舉報一改以往立場 完全沒有提及南海問題 報道形容是避免令同場的中國總理李克強尷尬 並且為中日韓首腦會談 在日本召開創造有利條件 而提早離開菲律賓 未有出席東亞峰會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赞揚今次東盟會議與會各國 達成共識應對北韓的問題 日本共同社引迫東亞峰會主席聲明草稿說 議會國同意譴責北韓發展核彈和彈道導彈等大殺傷力武器 並且要求各國全面落實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 南韓總統文在寅說 如果北韓願意重返對話 南韓將會考慮所有方案 不過安倍晉三認為現在即使曾求和北韓對話 都無法與其對話有意義 至於南海爭議 相信各國然而未取得共識 東亞峰會主席聲明草稿有關南海的奪落 只是寫明由主席定奪 預料峰會主席國菲律賓仍然就最後措辭作協調 無視之事記者在李祥軒的道 法國巴黎鎮郊有伊芝蘭順途上加祈禱 抗議當局拒絕提供足夠的討告場所 大批穆斯林當地上個星期五 在巴黎北部鎮郊克利西區上加討告 要求當局增加公眾討告場所 又批評當局將茅囚指向穆斯林 是要意圖分發社會 同一時間多個官員出席有行 反對穆斯林上加討告 其中巴黎大區首長說 尊重穆斯林討告的權利 但就不能夠容忍他們到山上祈禱 而克利西區首長就說 已經盡力提出解決辦法 但受到法律限制 不能夠違反政教分離原則 用公帑設立宗教場所 雙方相遇的時候發生推撞 在本港 立法會今天會再辯論高鐵一地兩檢動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呼籲非建制派議員 就算不支持也都不要阻言表決 由非建制派議員就說 已經制定策略應對會議 立法會大會用了兩個星期時間 都未能夠就政府提出的 高鐵一地兩檢侮約出力動議 進行表決 立法會在星期三會繼續辯論有關的動議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 預料星期三可以表決 動議通過之後 就會自拉三步走工作 我在這裡也呼籲非建制的議員 因為一地兩檢是很務實的方案 也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希望他們能夠通過 如果他們不通過也無謂去阻言 在上一次會議 非建制派的朱凱迪 引用議事規則第88條 要求新聞界和公眾人士離場 拖延議案 朱凱迪預告會繼續有策略應對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我們在議會裡面 用我們能夠做的產生張力 令到一地兩檢問題 以及議事規則修改 可以怎樣想像立法會權力這個問題 可以帶到給公眾知道 建制派議員就說 一地兩檢的議案已經討論多時 應該進入表決 反正他一路是用拖延的走法 令到三十幾個小時 只是申請討論到一地兩檢的好處 不好處呢 只有九個小時而已 那如果他繼續拖下去 只會令到整個討論是失去焦點 政府的三步走工作 包括和內地達成高鐵合作安排 或全個人達成委會批准和確認後 會展開本地立法工作 路線電視記者張家浩報導 大律師公會代表團在北京 和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會面 張曉明重申 中央並沒有收緊的國兩制 公會代表又和即將 在今日來香港的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見面 討論到一地兩檢 和《國歌法》、《立法》等問題 駐北京記者一天的師傅報導 大律師公會一行三十人的代表團 包括資深大律師兼主席林定國 奉善主席譚韻之等 在北京和港澳辦主任 張曉明會面之後 引述對方說 中央從來沒有收緊一國兩制 張曉明主任 特別講到十九大裏面 是有相當的編幅提及到香港 中央是十分重視香港 這個一國兩制的制度 亦都有這個決心去堅持這個制度 張曉明主任亦都強調 就是說從來沒有收緊過一國兩制 這個是他整個講話 尤其是涉及到香港問題的一個重點 代表團亦都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部秘書長 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會面 提到特區政府公布的 高鐵西九一地兩檢封案 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條 讓中央政府授權特區 錄實一地兩檢 大律師公會關注做法 是否符合基本法 我們是希望多點了解 究竟實際運用二十條的時候 是怎樣運用法呢 我用這個來帶出我們的關注 是回應他 講法就是二十條 我們都看回原意是授權香港特區做的事情 那接著怎樣處理呢 是大家都要多點去討論 思考 大律師公會亦都和李飛騰的國歌法立法 公會認為在立法的時候 要清新告訴市民 甚麼可以做 甚麼不可以 以及立法和熱論自由的關係 但雙方就沒有討論 要就著國歌發設追溯期的問題 無線電視主北京記者 陳日思報道 星期四上市的逆音集團 公開發售部分超額研究大約五百六十倍 主要央行領袖為現行貨幣政策辯護 回來會有詳細報道 金粥花生油 帶出食物好味味 嗯 好香呀 吃蒸排骨用金粥花生油 新鮮 龍香 金粥花生油 龍香又健康 金粥罐頭 美眉菜譜 我們今天要做的菜是 甜玉米粒 新鮮精魚球 嗯 超正呀 金粥罐頭 金香可口 金粥花生油 選料新鮮 金粥花生油 龍香又健康 文女 我想轉這個電話服務 你選電信服務的時候 有幾點要留意 不要左而入右而出呀 你選的服務一定要自己合用 明白些收費和服務條款 要問清楚 不要為了收費優惠 或者禮品輕易簽約呀 電信服務選擇多 不妨快點時間比較一下 總之要清楚所有合約內容 才好簽約呀 電信服務選擇多 簽約前要想清楚 香港是我的家 我們要好好保他 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更加要愛護了國 我大約要保家為國 有志 不過香港人是不用當兵的 因為香港特區的項目由中央負責 那我們需要不用備軍費呢 根據基本法 特區是財政狗立 不用上腳中央特別軍費 我明白 有個從香港 是一個人來的 職業安全 以擦萬全 飲食業工友 使用刀具及機器 事要小心及專注 地面要保持乾爽清潔 運送滾熱的食物時 要提醒旁人 好 資料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帶給你 從今日起 你要愛惜生命 一切未定 但我對你尊敬 投入地唱歌 性感應被愛情 來犯我願意真心肯定 你的心情 愛生命 香港撒馬利亞 防疫自殺會 24小時 求助熱線 2389 2222 豬魚在很有用的 有機之餘 世界很少被分類 和回收線用 我們可以將 毀了養藥物料 盡量去融進它 世界各地 很多的移民 其實都還在喊我 不要因為我們失利 甚至很用事 就不珍惜它們 第一步 你先不要浪費 現在見你 很久了 快點你和我們一起 宿熱香港的廚藝 告訴你 強積金工款 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已經提升至7100元 雇員的每月收入 低的水平 不需要為強積金工款 自顧人事都一樣 雇主就要繼續供雇主的部分 記得計額公款額 如果你的每月收入 在這個水平或以上 就不受影響 有疑問 就聯絡受託人 或積金工 還有媽媽超開心 爸爸 但臭小孩就搞到我頭都大了 幸好有僱員在培訓局 陪月一站服務 他們的培訓員 都是臭小孩專家 教會我很多臭寶寶的技巧 又幫我安排好坐餘餐單 我和老公的壓力少了 做夢都懂得笑 服務還免行政費 遲些用他們的應有照顧服務 Perfect 這是用比 maple 你卻打招教 有力 投資有息 賺錢回歧 勝勝追擊 是謹慎而行之真 想買投資產品 先要了解它的特性 考慮潛載回報 還要考慮潛載風險 忍著要虧那些錢 就算聽到專業意見 你自己也有財務了解多點 投資前問清楚 為了保障自己的利 公開發售部分收到超過30萬份研究 超額研究大約560倍 根據回撥機制 這部分佔整體發行股份比例會升至三成半 一手中簽量只有一成 與之前全民相同 要研究30手 國際配售部分也獲得非常大額超額研究 每股定價7.7 是超股價範圍的上限 集資大約65億 股份星期四掛牌 全球主要央行領袖出席歐洲央行主辦的會議 為現行的貨幣政策辯護 聯儲局重申加息不涉及政治考慮 歐洲央行就說提供政策前瞻指引做法成功 全球四大央行准夥印刊有齊集在法蘭克福 將貨幣政策進行討論 一致認為議式聲明的語調 已知貨幣政策前瞻指引都是重要政策工具 同意未來繼續緊密合作 他們都是帶領先進經濟體 冒出金融海嘯陰霾的重要人物 但全部兩年內任期間滿 曾經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 加息太慢的聯儲局主席耶倫 明年2月就退休 他繼續為緩慢加息互航 向調不涉及政治考量 明白市場希望有這麼清晰的政策走向 但局內官員你一言我一語 會令到市場無所適從 至於被指維持超低利率的做法 會蠶食居民財富的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 反隔是德國傳媒誤導工中 央行提供前瞻指引做法成功 亦是央行調高 歐元區英勢預測的原因 10年來首次交識的英國 英零銀行行長坎尼就說 現時的貨幣政策是非常情況下的特別措施 為應對脫歐潛在風險 合理過渡期可以舒緩脫歐衝擊 唯一無意收水的日本央行 行長克田東二就說 通脹預期稍微升溫 央行會繼續量寬 並盡快實現百分之二的通脹目標 分析認為各國吸取美國聯儲局前主席 北南康2013年明確退市時間表 造成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的教訓之後 都非常小心處理退市預期 避免歷史重演 市場亦都觀望一旦四大央行逆稅 貨幣政策走向會否逆轉 無線電視記者 陸子旗報道 歐元匯價急升 對美元觸及兩個月星期以來最高 德國上載經濟增長高額市場預期 投入者情緒亦都順升 加上經濟前景變得良好 歐元受到支持 對美元曾經升至1.18水平 升幅2.1% 在6月底以來最高 美國生產物價指數升幅大過預期 但對美元支持不低 美元指數跌至93水平 英國通貨膨脹低過預期 英鎊受到影響 對歐元租及三星期以來最低 中國經濟數跌超過預期 影響新西蘭園下跌 太明元最新匯價 對美元113.42 防1.3159 瑞士法郎0.9892 歐元1.1795 加拿大元1.2734 歐元0.7631 港元7.8016 轉泰港元匯價 對日元6.8766 歐元9.2034 英鎊10.2689 瑞士法郎7.8835 加拿大元6.1242 歐元5.9534 新西蘭元6.2628 匯伯港元對82.04人民幣 紐約股市會議 通用電子和能源股上日 扭轉上日升勢 並調低全年盈利預測 和減派股息 股價繼續下創 加上能源股跟隨右加下跌 帶此扭轉上日升勢 導致早段跌168點後反彈 重上23,400點水平 最後收復大部分失地 通用電器股價連續第二天急跌 曾經跌至接近6年來最低 收市跌近5.9% 是跌幅最大導致成份股 匡飛石油跌2.5% 同業埃克森美孚跌近0.8% 在科技股方面 蘋果公司跌1.5% 納斯特指數扭轉過去兩日升勢 收市佈6,737點跌19點 無線電視記者 陸子旗報道 在美國買賣的港股月托證券 造價普遍低過本港收市價 匯豐控股收市折合75.41 比本港收市升2.6元 中移動79.28升7.3元 中國石油股份5.35跌7元 中國海洋石油10.75跌1元 中國石油化工5.59跌4元 騰訊控股382.81跌5.19 中人壽議16.55跌2元 長和96.99跌1元 港交鎖233.85跌1.75 聯想集團4.49無線跌 金價先跌後回穩 現貨金組段觸及一星期以來最低之後反彈 受惠於美元匯價和美股下跌 美國稅務改革前景不明朗也利好金價 紐約期今年升第2個交易日 以每盎司1282.9美元收市升4美元 倫敦黃金每盎司賣出價布1281.2美元 匯豐控股同意支付3億歐元和解法國當局 就公民透過匯控在瑞士的私人銀行逃稅的調查 法國去年實行新措施 在沒有發現企業罪行情況下容許企業和當局和解 匯控表示罰款已經全數撥秘 而對匯控的調查已經取消 所以很重要的 我們在這裡的調查 我們先把大部位置放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的調查 我們要選擇 看期待的消息 港大研發出新防水防油物料 比一般的防水物料更加環保耐用和平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研究團隊 透過分解語液和新的編造方式 研發出一種可以防水防油的新物料 上面有導臼形狀的結構 構思來自可以抵受倒洪水和泥土摩擦的跳蟲表皮 將橙汁、可樂、有色素的液體滴在這一塊物料都會滑走 研究團隊說新技術主要改變物質的結構 比現時一般防水物料要用化學劑浸泡更加環保 新物料的強韻度亦都比一般防水物料高超過21倍 亦都更加耐用,亦都更加便宜 純物料的方法,造立結構可以監控 並且結構本身強度也比較高 價格也便宜 便宜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我們這個平方米大約1塊錢港幣 但是我們化學的現時市場行用的表面賣賣1000塊錢 團隊接下來會研究再增加這款物料的強韻度 亦都會想一下如何用一些較微觀的方法覆蓋在布料上 預計兩三年後就可以生產出衣物 無線電視記者吳子敏報導 經濟報社評 互港通開通三周年 資金互通暢順並沒有大亂指 可以被中央放心繼續借本港推進內地金融改革開放 但內地金融最終會大規模開放 香港需要把握有限的時間窗口 造大造強離岸中心 清淡貝社輪 本港和東盟10國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特首林鄭月娥說 會爭取盡快完成本港和澳洲的自貿協定 並希望探討英國脫離歐盟之後 港英兩地如何加強雙邊貿易投資合作 雖然製造業在本港經濟擔任的角色 不像過往那麼吃重 不過本港透過自貿協定的得益 除了關稅減免 還有服務和投資方面的優待 有利加強本港的國際商業樞紐地位 商務社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東盟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 傳達了中國支持區域一體化 推動建設東亞經濟共同體的積極信號 對於暗暗和東盟簽字謀協定 並將與內地簽訂參與一帶一路 全面合作建議的香港來說 無疑可以在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建設上扮演重要角色 天氣方面 雨漆大致多雲 一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約25度 最和換至清淨的偏東風 指望未來一兩日 部分時間有陽光 星期六晚會顯著轉輪 風射較大和有幾陣雨 接近幾天氣溫 普遍介乎16至26度 一戶邊東氣流和南海北部上空的反氣旋 會在未來一兩日帶來比較明朗的天氣 留意一道冷風會在星期六抵達 最後的強烈東北貴河風 就會在周末開始帶來比較涼的天氣 見到星期日氣溫更加跌至16度左右 環保處公佈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半和路邊間七餐都是低